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政府被迫设立南北后半通商大臣 1860年至1870年 重后在一举见下担任华北三口通商大臣长达十年 在担任三口通商大臣期间 重后与西方人士接触较多 并亲眼见识到了西方尖船力炮的威力 这使得重后认识到中外军事力量上的差距 他没有像窝园等博手官员那样体制西方科技 而是开展洋务运动 从后首先 从后积极学习 购买西方制造的武器 训练新式军队 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后为守卫经济 加强军队战斗力 先后夺次筹措资金 租借 购买轮船 枪支 戴鸯等 除留作北洋洋海军队自用外 还攻进京城军队使用 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建了洋枪队 1862年 从后也在天津创建了洋枪队 从后的洋枪队挑选北京 天津等地精兵 由英国教练进行训练 最初仅200余人 此后规模不断扩大 洋枪队其次 从后在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 雨炼铁厂等近代工厂 从后奉一之命 在天津筹创设立机器制造局 1867年 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 分东西两局 制造火药 火炮 轮船等 天津机器制造局 也成为当时华北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工厂 天津机器制造局全貌 直到1870年 为处理天津教案 从后才卸任三口通商大臣 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赴法国 处理天津教案善后问题 开启了他的外交官生涯 从后在欧美利用计谋 逼迫法国与清政府缓和关系 从后因而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 此后 从后又担任圣经将军 直到1878年 从后奉命出使俄国 因擅自签订李瓦吉亚条约而下狱 事后 从后虽然逃过一死 但被贬了一平民 并未再得到付出的机会 1892年 从后在北京去世 参考资料 汤仁泽 简论从后 近代中国第二十二集 汤仁泽 从后羽洋物运动 使领2009年第六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